嗨,大家好 你們知道什麼叫螢光劑嗎? 聽說螢光劑是我們日常用品裡 都經常接觸的東西 但是對人體不太好 所以我就上網買去 兩樣東西來測試 我們日常用品 什麼有螢光劑的呢? 首先就是這個 螢光電筒 赤螢光的照片有螢光反射 另外可以知道螢光電筒是 還有這個就是螢光探測筆 首先是螢光探測筆 這裡有一套紋膜的 可以知道螢光的度數是多少 用來放一粒 來測試一下 我們有什麼生活上的東西 是有螢光劑的呢? 好了,現在我們用這個 螢光測試筆去測試一下 我經常坐的位置 看看有什麼反應 0.3%弱 通常白色的東西都會弱一點 看看公仔 公仔 公仔沒問題 這個小豬 也是弱 這個荷蘭士 這個也是弱 看看為什麼我們經常接觸到的呢? 它應該是隔水器 是0的,安全的 聽說我測試刺子的 刺子比較經常用到的東西 就是刺子 1% 嘩,我的刺子很強 什麼刺子的? 這麼有趣呢? 這個可能要換一個大眾刺子 可以說我無根 嘩,6.1% 還強 這個刺子 要換一個大眾刺子 我要換一個大眾刺子 這個做什麼可以測試的呢? 好像這些擴泉水 是0的,安全的 好像這個麥克風 8點多,這個麥克風 這麼強要高 1點多多的力量 真的有點危險 試一試這些碟子 是零的,安全的 所以不是說全部東西都有螢光劑的 所以要檢查一下才知道 我們哪些東西是有螢光劑的 是沒有的 所以那隻刺子是很重要的螢光劑的 所以買刺子的時候要檢查 再來檢查一下我們的床 經常用床 看一看 床是零的 看一看床單 哇,中了 這個沒有的 中中的 不太好 最好是零 因為經常用床單 經常用床單 每天用的 試一下這個 2.2,這個很高 接著我們去試驗 這就是螢光劑的 螢光劑 就是螢光劑的 螢光劑 看一看 螢光劑的 如何去檢查螢光劑的東西 就是用來照 比如說這張床 你看,哇 這個床褲 多重要螢光劑 如果照到沒有螢光劑 它是沒有顏色的 沒有顏色的 原裝顏色的 有螢光劑的東西 才會反射出 我的衣服 很有螢光 這些是沒有顏色的 但是這兩隻就厲害了 經常用到的東西 竟然有這麼多螢光劑 你看這個刺子 哇,這個布 整隻都螢光劑的 這隻毛巾 這隻毛巾 用品就少了 用品 這些都是沒有問題的 反而這塊蕃茄 也沒有螢光劑 這個什麼蕃茄 要特別留意 因為經常用的 最好沒有螢光劑的東西 對皮膚會致癌 證明這兩支是有些螢光劑的 所以 大家有興趣 可以上網買回來 測試一下自己的家 有沒有螢光劑的東西 如果經常接觸的東西 很多螢光劑 不如護膚品 洗臉箱 你照下去有螢光劑 最好沒有經常用的牌子 就這樣吧 拜拜